令委員好 部長我不曉得你還記不記得三年前2017年10月的時候我在這裡質詢過你 然後我問你說整個食品安全管理最核心的是食安法 食安法裡面最核心的法條就是第15條了 然後在當時我發現到第15條違反第一項 不管是第三款第五款第九款第十款的案件 依照食安法它的處分要從六萬元起跳最低罰六萬 為什麼有罰兩萬有罰三萬有罰一點幾萬的 當時我後來才發現說原來啊這個是跟行政法法有關 行政法法的第八條說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 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那第十八條說 裁除這個罰款因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因受責難的程度 所生的影響即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的利益 並得得考量受處罰的資歷 所以食安法說從最低罰款六萬元可以變成罰三萬罰兩萬 那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為什麼發生這個事情 是因為衛生單位的人都知道最下游的這些攤商 甚至賣菜的人第三款違反第三款的是含有害或有毒物質 第五款是超標 第十款是為添加未經許可的添加物 這一些為什麼可以減罰依據行政法法可以減除呢 因為抓到的是最最最下游的人 可能是賣菜的人 但是他沒有辦法去做最好的把關 可能是最下游的加工食品業者 上游的人做給他的他不知情 我現在為什麼要重提這件事情 因為今天所有的處分 包括萊克多班豬肉進口以後 最後的處分都基於標示 標示不明或是為標示或標示虛偽 那麼我們就要處分 可是把上游管理源頭管理的責任 通通沒做好了以後 到後市場裡面 叫最下游的不管是散莊的 或者是攤商或是農民等等 然後最下游的市籍的攤販 要來承擔所有的責任 但是從以前的經驗來看 從以前的經驗來看 衛生單位也覺得不公平 所以才會逐於逐減 連處分都依據行政法法 去減輕了食安法上的管制 因為不公平嘛 你叫最下游的人去承擔 另一種不公平是因為 他不知情以外 不知法規去阻缺了法律的阻分以外 他為什麼還免除了這個部分的這個處分呢 因為他的上游 那他找不到 找不到了以後 所以你去處罰下游 做違法的事情的人他找不到 沒有辦法溯源 所以呢他去處罰最下游不公平嘛 所以他就給予佐減 那我意思是說 從107年10月我質詢你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有辦法查到上游 那麼這些被處分的人 他的處分就不會被減輕了 所以真正的事實是行政單位 不管地方或中央 他在最下游的菜市場裡面 要叫他全部查到上面真正幹壞事的人 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而叫下面第一線在販賣的人 去承擔所有的責任 也是不可行和不公平的 而今天我就問你幾件事情 我們到菜市場裡面去看 不管是散裝的 或者是說所謂的這個 這個叫做直接供應飲食的場所 或者是包裝的 這一些處分可行性大嗎 我們就從牛肉來看 請問你部長 牛肉就這三個部分 不管是直接供應飲食 然後散裝的 或者是包裝的 我到菜市場去買的這些牛肉 攤飯賣給我的 或是到牛肉麵攤去吃麵的 你們從2012年通過的這個規定 到2016年一共處分了多少件 或是到2020年的現在 或到2019年 你告訴我 就美國牛肉散裝包裝 直接供應飲食 這三個部分違規查處處分到的 一共多少件 我們大概在 就總共大概是20件 有得清楚 三種 2012到目前 我的資料是12件 你現在說20件也沒關係 我要跟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事實就是 沒辦法做 真的要去做也沒公平 源頭關不好 你叫最下游的來灌 到時候還可以用行政法法 主缺食安法的處分 所以 這麼多年來 在菜市場買牛肉 它沒有標示是正常的 很多 你現在 就沒有查處 這也正常 所以我現在說 你2012到現在 九年了 八年了 總共全國 這 處分20件 還是你說 我的所理是12件 105年到現在 OK 沒關係 這幾年來都沒有在查 也沒有出發 我查了三萬三千多件 沒有出發 很多 你去菜市場走一天就知道了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我知道跟你講說啊 事實上不只是我們提出這個質疑 很多地方執法人員 衛生局的人員 衛生單位 他們也有很多的質疑 所以那質疑包括說 你的產地標示 你要標示產地 OK 可是你標示產地 那你有辦法 虛假不實的時候 你要怎麼抓 我問你 你怎麼抓 可是農產品是免稅啊 農產品免稅 然後沒有單據啊 我們有要求他有單據 農產品免稅怎麼有單據 我們開麵鍋子的人 就說國稅局要查稅 你說你有出貨 你進貨的成本呢 進貨成本沒有人開給我啊 蔡茨子你沒有的東西 你叫他再開收集給你 我免稅啊 我是頂頭要開給他 賣給他的人 要賣給他的人 農產品交易都免稅啦 要怎麼開 購貨來源證明 連這個高雄市曾經代理過 衛生局食品科的代理科長李新南都說了 小型攤販如何積查 他說要求攤販提出購貨來源證明 比對進貨的量 不夠他坦言 小攤販確實是個問題 他很可能沒有這些單據 必須要加強輔導 食安法有規定要保留單據五年 事實上農產品免稅 他根本沒有單據 你十年後 十年內 五年內 要去叫他把單據拿出來 一年都拿不出來啦 都拿不出來啦 然後拿出來他說我這個證明 上有的人給他虛偽的證明 你能夠怎麼檢驗 你可以產地標示以後 你說這個標示不符 你怎麼檢查這是美國的牛肉還是 加拿大的牛肉還是台灣本土牛肉 都沒有所謂的產地檢驗的方法 不可能有嘛 台灣的豬肢總員跟外國也是一樣的 國外的總員嘛 我們只能從進口 在那邊做一個追蹤的系統去查 進口追蹤的系統 這我頂剛才再跟你講 這個也是亂七八糟青菜公公 去查回溯產地 並不是像你們說的那麼容易 除非你管制的像美牛一樣 這下次我再跟你談 國內幾家知名的檢驗公司 你說SGS 騰德姆斯 歐陸檢驗 他們都表示沒有提供肉品產地 鑑定的服務 康東姆斯公司表示啊 衛福部也沒有明定 各產品的產地鑑別 公告檢測方法 豬肉的產地鑑別 也沒有相關的檢驗方法 現在只能夠檢驗什麼 你知道嗎 檢驗這個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分析 可是你檢驗出來了 它只能證明萊劑的殘留 你從這個殘留 你沒有辦法去證明它的殘地 你沒有辦法證明它是哪裡的啊 所以你從證明萊克多巴胺 到去驗證產地 那根本就不可能的 你這個出份也不會成立的 所以我現在說 你的所謂的加強後市場積茶 你那樣要標示產地 不使要處分 這是沒有辦法證明的 也沒有檢查的方式的 所以一個進口商 牛肉那個進口商說 牛肉的標示所以容易管理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台灣的食用牛肉 九層都是進口 海關的進口貨號 衛福部的進口食品登記 都是勾積可以勾積的出來 再來 牛肉的加工品項不多 以冷凍食品為主 所以它是限縮在一定風險 那我也跟你講過說 美國牛肉積茶的進口 它是限縮那九十幾家許可廠商 不是這個全部都可以進來的 要我們國家去積茶合格的才可以 所以這個陳先生就是所謂的 他講的這個進口商 他說九層的豬肉 一旦離開了屠宰場 源頭就斷了 所以農產品免稅 沒有發票可以溯源 容易有自說自話的情況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只能仰賴什麼 仰賴你們說的標示 仰賴的就是廠商自我管理 自主管理 貪商自主管理 可是你在源頭的管理手段 這麼的不足 源頭管理的方法 這麼的有問題的時候 你叫最下游的人 承擔了全國這個開放政策的 最重的責任 要嘛有兩種 一種是沒有辦法檢驗 證明產地的虛偽 也沒有辦法 這個有所謂適當的管理途徑 所以就沒做了 因為你要去溯源 也沒辦法 例如有一種就說 真的開法 可是這個下游廠商 他去承擔這個所有全部的責任 然後給他開法 那也不公平 可是還有一種就是 照我三年前說的 好吧那就酌餘酌 依據行政法法第八條 第十八條 給他減輕罰緩 不管怎麼樣 最後買單的 承擔所有的風險的 你的管制的手段 跟政策失靈之後 就是叫小攤商 菜市場最下游的 這些攤販 和吃的人 自己去承擔 看起來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還是要建議你 最正本清源 還是要回頭 回到源頭管理 至於源頭管理的問題 我下一次再跟 再救教於你了 謝謝 好 謝謝林淑芬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